谢谢 谢谢 都是高一的吧 会打球吗 不如我敲敲你们 不用了 我们自己闹着玩呢 那边 你们女生打篮球 不就是为了打得更好吗 现在我们主动教你了 还不乐意啊 端着呢 这得要小心翼翼翼 就算是教 也得要水平高一点的来教吧 你们 没必要吧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意思是吧 你闭嘴 欺负女生觉得很光荣是吧 关你什么事啊 行打架 打架我们可没兴趣 这是球场 当然是打球啊 笔上呗 我看你们球也挺好的 他们正好要练球 如果你们输了的话 把球给他们 比 比就比 不过我有个条件 你们要是输了 就乖乖地给我们道个歉 对 我觉得 好 三v三 怎么样 就三v三 出迷对比 张路让简直不要太帅 甚至连固然都瞬眼望不上 走走走走走 加油 张路让简直他们刚刚肯定是看到那几个男生欺负你了 所以才来挺出气的 都是一个班的肯定互短嘛 而且啊 张路让刚刚说好的时候 是看见你说的 没错 我也看见了 是吗 我没注意看 都是同学 互相帮忙嘛 也不是他们班的 他们记得我什么劲啊 谁知道呢 天天尝尝张路让他们 好帅啊 好帅啊 这 好帅啊 好帅啊 不用再打了吧 需要你们的 我们走 等会儿 是不是忘点什么东西啊 球留下 要给球就走快点 马上就要下课了 走错了 旁边那两个 诶 真心 真搞不懂他们这么想的 胳膊就往外拐就是 走 你来干嘛去 補课 你们也要去 走走走走 我可不想为难自己 我还是继续打球吧 我饿了 我想吃排骨 还有红烧肉 还有大猪蹄 还想要你 给我送过来 这怎么跟我家的不太一样 今天是十月十二号 天气晴 微风 我刚欣赏大家 享受大家 享受大肖炎之声 常常在一座城市里 有这样一句话 人世间的事情 莫过于此 用一个瞬间 来喜欢一样东西 然后用多点的时间 来慢慢讨论自己 为什么 你喜欢这样东西 你喜欢这样东西 倒露 不得了 你喜欢这些舞蹈 我会为了 这奖牌 你自己包裹好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在我的见证下 得到的第一枚奖牌 意义重党 开个玩笑 其实我觉得就算是第二名 对你来说也很有意义 你不用因为我喜欢 就把它给了我 再说了 其实我喜欢的 也不是奖牌本身 我 你喜欢 我没有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 我发誓 发誓 我今年才十六岁 我 我 开满目睛的阳台 装下的一朵朵 期间快要见你紧张的一花 问得这么突然吗 很突然 那你怎么说的呀 我跟他说 我才十六岁 我没想过这些问题 你十六岁 人家张苏让就六十岁了吗 你别光顾着笑你 你帮我分析分析 他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先做好准备 你我多年必须看小说的经验 你一般问出这句话 这可能是小说出 我喜欢你 或者 我不喜欢你 你干嘛看不起第二名 没有 第一名才有意义 怎么会 第一名第二名都很有意义 我要是上场 就算得了最后一名 也会觉得自己很棒 所以你还来 有兴趣 我 有兴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